自己惭愧自己后悔 我怎么会躲成这个样子 勇猛精进 把自己的耻辱洗刷干净 回归本善 回归自信 自信本来是福 如果要跟你说 你念一句佛号有一美金 你看看念不念 肯定一天念到完的时候 你不会中断 为什么你知道的好处 现在告诉你 这一句名号比一美金还要可贵 一美金的时候不能消业障 这个能消业障 能成佛 于自善根 不能伸心 这前面是怀疑佛的智慧 第二种是于自善根 不能伸心 不相信自己 本来是福 这个很难相信 不相信 本心本人 不相信 不相信 是心 是福 这真难信 但是 它是四十真相 一点都不讲 真正觉悟了 我本性本善 现在不善 你说你自己 多难过 为什么变成不善呢 这不自耐啊 对不起自己 自己堕落了 本来是福 现在搞六道轮回 人要把这个事情 道理 都搞清楚 搞明白 支持的心 就生出来了 中国古人说 支持 近乎勇啊 那就是 勇猛精进的 那个力量出来了 自己惭愧 自己后悔 我怎么会 躲成这个样子 勇猛精进 把自己的耻辱 洗刷干净 回归本善 回归自信 自信本来是福 就能发勇猛心 发精进心 由文佛名 其信心故 岁身彼国呢 于莲花中 不得出现 这是师孙 告诉米勒 告诉米勒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米勒是我们 大众的代表 叫着米勒 就是叫着我们 每个人的名字 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知道 那我们今天 也就是世尊所说的 慈祝众生 对福智 不是不怀疑 对自己的 善根 自己塑造的 罪业 也很难相信 这一句佛号能化解 这是不知道 这一句佛号的 殊胜功德 不知道 这佛号 人人都会念 佛号所居 无比的 殊胜功德 很少人知道 为什么呢 知道 他就真念了 像古德所说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为什么 念一身佛的时候 消八十一节 生死终罪 我们过去 无量戒又无量戒 八十一节 生死终罪 在长时间里面 讲的一点点 所以一定要抓紧 十件消业的 哪有功夫闲聊啊 还有杂心闲话 不认识 不知道 名号功德 殊胜啊 知道名的 名号功德 殊胜 那分描必正啊 如果要跟你说 你念一句佛号 有意义没心 你看看 你念不念 肯定一天 念到完的时候 你不会中断 为什么 你知道的好处啊 现在告诉你 这一句名号 比那个一美金 还要可贵 一美金的时候 不能消业障 这个能消业障 能成福啊 不能笔啊 不能笔啊 阿弥陀佛 好